哈喽 大家好 又到了小便的分享时间 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这本 是很高清理台湾的摄像机 C43S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开简看看 没有什么吧 它里面有说明出 电源 支架 脖子 还有就是我们的摄像机 它的造型是非常的简约高颜值的 无论你的家是重视风格 欧视风格 五点风格 还是现在风格 它都能保得住 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来上手看看 首先 将电源接上 等它自检完成后 扫描身上的二维码 按照提示操作 就可以完成联网了 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联网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拍摄的画面 这里有 极速 普清 高清 超高清 我们选择高清来看一下 它整个拍摄的画面是非常的清晰的 而且它还可以操控云台 上下左右的去旋转 而且我们这款摄像机 还有智能针射报警功能 我们点击这个设置的图标 找到AI报警 点击去 可以看到里面有 运动检测报警 原型 追踪原型 矿灵 抵抗侦测 图存检测 运感身检测 等一些检测报警图能 在这里 我要重点说一下 我们这款摄像机的 原型检测功能 它是结合了AI技术 可以快速精准检测出原型来的 那对于市面上一些 只有移动检测动不动就乱报警的摄像机 它是真正做到了有效解释 无法 给用户的体验感 也是有了大大的提升 现在就要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吧 我们现在把运动检测报警打开 选择原型检测 把零零图桥指导 这里可以设置设备播放声音 还可以绘制 检测区域 提醒方式是没有特务的提醒的 再把原型最终的身后另打开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款摄像机的 原型正色功能是真的好用 但仰台有很多其他功能也是很好用的 在这里我就不一一给大家展示了 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可以找到屏幕这么二位吧 做我们的官方看看 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